大家好,我是老默 有朋友说自己家里面有农村作坊加工的面粉 但是自己每一次做馒头都出问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制作技巧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 像这种面粉呢 一般它的湿度会比较高 不像买来的面粉那么干 所以放水的时候就不能按照买来的面粉那样去放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三斤面粉 再有事,咱们加材料的时候只放酵母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面粉本身偏黄 放其他东西呢没什么意义 酵母的量也是正常的 现在天气比较热 每斤呢放到两克就可以 重点是水量 因为这个面粉湿度比较高 所以咱们放水的时候呢 每100克放40克水就OK 也就是说一斤面粉 咱们只需要放200克水 如果你放多了呢 它会很软 做出来的馒头没有形状 为啥这个面粉湿度高呢 主要是因为在加工面粉之前 这个麦子要洗一下水 把里面脏的东西给淘洗掉 再一个咱们放水的时候 不要一次性倒完 每次倒一部分 然后搅拌的时候 你根据自己的手感 感受一下这个面团的硬度 灵活的去调整水量 到这个面完全成为絮状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它揉到一块 揉出来的面团 这个手感呢 稍微偏硬一点 效果会比较好 做出来的馒头呢不会垮塌 另外咱们把面揉成团之后 一定要切记这个面团上不要有过多的干块 因为这种面粉颗粒比较大 和面的时候呢很容易出现干块 所以呢尽量给它揉到没有干块 然后再包起来发面 这样就能保证咱们做好的馒头 不出现任何问题 然后发酵的时候温度别太高 不要发酵时间太长 发酵好以后就像画面中这样 它只要形状固定 然后按的时候还是一样 不垮塌 再切开看一下里面的状态 如果它里面像这种蜂窝比较密集 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捏一下就趴下去起不来 接着是揉面 其实这种面粉在揉面的时候呢 不需要特别精细 只要里面没有过大的气孔 孔洞均匀 就能把馒头做的启发效果比较好 所以大家在揉面的时候呢 不用费机力气 揉得很久 没必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面呢 咱们稍微揉了一下 然后咱们切开 切开之后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里面的蜂窝呢 还有很多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来揉馒头了 揉馒头呢 时间也不用很长 只需要把它收光 表面只要没有特别明显的大坑 或者是大泡 都可以 然后像这样给它搓一下 搓圆 这样一个圆馒头就算好了 如果咱们做刀切的话 那就更简单了 揉好的面 直接凑成条 然后切出剂子 主要的注意好大小 其实用这种面粉做馒头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火面 这个水量呢 一定要掌握好 只要这一条做好了 咱们后面的基本操作呢 都不会出现问题 再一个 要求发酵的时候 一定要完全盖好 千万不要漏在外面 稍微有一点漏的话 它风干的速度会比你想象的更快 那样 咱们蒸好馒头之后 它表皮呢 就特别干硬 二次发酵完成之后 开水 上锅 然后用中火蒸 二十二分钟 蒸好的馒头 就像画面中这样 只要大家按照咱们前面说到的 每一个地方做到位 蒸好的馒头呢 不会比这个差太多 所以家里有新小麦粉 总是做失败的朋友 一定要仔细看完这个视频 相信你一定能够从中 获取一些东西 然后把馒头做得更好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